在昨天的节目中 我们认识了这样一对父子 去年4月 儿子小罗和朋友开车出门 发生车祸 朋友无大碍 小罗下至贪败 对方车辆也有伤亡 三个月后 父亲老罗发现 儿子在这起交通事故中 存在顶包的行为 原本是儿子朋友开的车 儿子却欺骗说是自己开的车 他是帮人家顶罪的 这个车子不是他开的 就是因为他在求我 我个人看中朋友的感情 我都是两个插刀 你为什么一定要相信你的朋友 不相信自己的父母 小罗自认为重情重义 父亲却到儿子不分 亲疏远近 最后在父亲的责骂下 小罗选择自首说出真相 我说家里坚决过朋友 自己去警报 自找 没想到这一举动 使得小罗和朋友 反目成仇 他治疗的前途不出 你一定要相信朋友 现在好 朋友又把你告送法庭去了 小罗为朋友顶包 朋友却反咬一口 因为没有证据 小罗无法方案 加上高额的治疗费和赔偿金 父亲老罗陷入绝望 他将这一切恶果 都归咎于儿子身上 你不顶包这个事情 家庭就不会搞到 今天这个摊犯这个样子 这个家庭都围绕你 这个事情再转 在今天的节目中 父亲老罗更是痛斥儿子 牵连其他家庭成员 为什么小罗的车祸 会把弟弟牵扯进来 为什么母亲会呈现出 崩溃的状态 随着调节的深入 我们惊讶地发现 对这个家庭而言 这场车祸并不是 唯一的祸事 而是雪上加霜的劫难 因为在这场车祸 发生之前 小罗就惹出一个巨大麻烦 这个麻烦 也是这起车祸的 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在家里 过小年的时候 把药来来来把它发现 一下子来了七八个雷 把它直接提去了 小罗到底惹出了 什么祸端 为什么他要欺瞒父母 谁要骗父母啊 你如果这个地步早知道 就不会落到 今天这个地步是吧 都发生了那么严重的情况 你都没有把实情 告诉你家人 没有讲过 这场车祸的发生 到底还有什么重大因素 今天这对父子 能否化解恩怨 这一家人 又将如何度过难关 调解马上开始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在昨天节目当中 我们了解到 罗家父子二人 因为儿子的这一场车祸 而引发了不少矛盾 父亲罗先生认为 儿子在这场车祸当中的 鲁莽表现 给他自己 以及给这个家庭 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今天我们将继续了解情况 弟弟怎么了 我跟你说就是这样的 因为扎这个人 不处理这个事情 我小儿子到吉安南抓他 他说必须要扎他 到我家来处理这个事情 扎了他 叫你十天 他这个人 见到我小儿子就跑 就躲 最后一次 我小儿子看见 开一个车子出来 我小儿子躲在门口 他丢掉这个车子 开不开不了 就马上跑 我小儿子追不过他 就飞过来 把他的车子给抓了 扎了之后啊 他就连着 马上就爆掉起 那个派投署的干净呢 给我们调解之后 最后打这嫌疑就是 这个车子 先就拿去修理 是吧 但是的话呢 要对方在12月27号 到我家来谈这个事情 我们两个人肯定谈不来 我就叫他村委干部 村委干部可以证明一切 是吧 他是9点能过来 9点钟打个电话 他又说12点能过来 就等到他12点 12点钟 他又不过来 又说要4点能过来 我又等到4点 4点钟他打个电话 他说不来了 我小儿子那么他就发脾气去了 我冒伤着 就跑到他家里 就把他家里的东西全部砸了 又去了 又去砸 后来结果他那边就爆掉起 两个事情顶在一起 就居留到13年 农历过年的127 我才把他击回来了 你为了你的事情 把全家的人都牵扯进去了 小儿子为了他 到这个居留所几次去了 你说为了你这个人 把我家庭 整个家庭去旁边搞磅了 我跟你说实际上 你说这样的事情 不搁在哪一家里 过得下不过不下 就是为了你这个事情 整个家庭就磅的在里面 你如果不把这个事情 揽在你身上 这什么关系也没有 治疗费我也可以找他住 是吧 家庭也不会搞成 今天这个样子去了 我跟你说 只在把我死 不是我老婆却死我了 我宁愿去死 不宁愿在这个世界上 扶了 扶得没什么意义了 现在 当时我也火麻山上了 知道吧 当时我都崩溃了 跟对方那个车主 知道吧 我也打电话 跟他在电话里面的 言语方面都有冲突了 知道吧 我弟也当时 气不过了 知道吧 我说你不能这样做 但是他说 你要他犯法 他要为我家里 报这个仇 就这意思 对于小罗来说 在经历了朋友背叛 又加了一条 兄弟受牵连 这个对你来讲 我也难过 我也想阻止他 我再不了 对于这个事情里面 我去把他牵扯进来 我也给他讲了 我不想让他牵扯 哪怕我死了 最近在家里 你还能帮我 照顾父母 帮我把小孩照顾我就可以 我给你清晰 lk母 喔 哇 谢谢